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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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 听见没 听见我爸说什么了没 我不能娶你 现在娶不娶已经不重要了 你就说这事怎么办吧 为了能让卫叔安心做手术 我就说 我愿意娶你 那你到底娶不娶我 等卫叔手术做完了 身体康复了 我再把真相告诉他呗 你的意思就是要跟我演出戏 那怎么办呢 行吧 我知道你看不上我 我也配不上你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得谢谢你 谢谢你帮我渡了这个难关 反正这也都是为了卫叔好 希望能有个好的结果吧 行了 你别说了 我也不想听 我去 爸 我把齐学良找来了 为叔叔 我的任务完成了啊 为叔你这病咋着了 我告诉你啊 从晓娥早上告诉我 你要娶她 我这病一嫁就好了 是真的吧 你卫叔一直就不相信 卫叔 昨天晚上我和晓娥聊得挺晚 聊到最后 我们俩都挺感动的 对 后来我就说如果没 我 我 我娶她 我 我娶她 听见没 我没撒谎好吧 她说了吧 你说的是真心话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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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真 真心话 不是你说个真心话 怎么还吞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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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 我 我这 他不好意思 爸 他这点比较害羞 你岁数也不小了 你找对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就是啊 我嫁给你熟那日啊 我才二十四岁 那么小啊 你说你这 来来来 坐下说 坐下说 坐坐坐